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最近有很多人二次痒了,嗓子特别的疼,像吞刀片一样 而且总是好不利索,谈多,咳嗽 去医院,吃药,打针也没有什么的效果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我是聊片方 这个片方呢,是为老杨龙推荐的 我最近自己在喝,喝两天就有很好的好转了 嗓子不通了,也不哑了,也不可谈了,效果很不错 如果需要的朋友们跟上视频了解一下,想念这做方法吧 我们先来准备大葱 葱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分为普通的大葱 胡葱,楼葱,蔬菜一种的 葱含有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等多种的营养物质 具有解表发汗,开胃消失,调节省者的功效 葱气味辛辣,使用之后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 以解表发汗,对感冒引起的发热,鼻塞,嗓子疼 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的 葱气味又辛辣,使用之后刺激消化的液分泌 加化肠胃的蠕动,能够促进吸收 有开胃消失的功效 葱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氨基酸,这些成分可降低胆固醇的堆积啦 营养有其的丰富 我们先准备白萝卜 白萝卜具有很好的减肥效果 白萝卜中含有葡萄糖 切糖 果糖 双链核糖 核酸以及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 能有规律的是肠管紧张度增高 肠蠕动增强 缩短食物再长的存留时间 利于食物代谢和肺物的排出 从而很好的帮助减肥 促进消化 保护肠胃 抗衰老 抗癌 白萝卜是生活常见的蔬菜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新 具有消炎止咳 锂气化肠的功效 平时可以把白萝卜 锂子放到一起煮水喝 用来治疗咳嗽感冒 白萝卜含有比较丰富的纤维素 淀粉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如果把它导成汁直接饮用 能够促进消化 保护肠胃 植物纤维还能够改善便秘打 排出身体中的大量毒素 白萝卜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C 能够有效地防止皮肤的老化 抑制皮肤黑色素的色斑 还有形成 经常吃白萝卜 还可以保持皮肤的白嫩健康 白萝卜含有一种叫做 木质素的物质 这种物质能够提高吞噬细胞的能力 还可以分解致癌物质 鸭腰酸胺 具有抗癌的效果 它对泌尿系统有很多的影响 可以泌尿通敏 预防水肿 也能够缓解小便打 白萝卜口感清脆爽口又多汁 我们可以把白萝卜当作水果来吃 既不会发泡 而且能够减肥减脂瘦身的 因为白萝卜里面的脂肪含量特别的低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先来准备生姜 生姜适量就可以了 再把生姜掰一掰 挑剪一下 坏的生姜就不要了 如果生姜坏掉了会滋生细菌的 再把生姜放到大盆中 加入清水 再来搓一搓 把生姜洗干净 我们食用生姜的时候 外皮不需要去除的 生姜果肉是温性的 果皮属于寒性 两者一起吃效果会特别的好大 心脑血管疾病 是心脑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的同称 生姜是一味散发的药 我们买生姜的时候 要选的带有泥土的生姜 这样的生姜没有被硫磺熏过 比较新鲜的 高中地面挖出来的生姜 生姜含有姜桐油 姜细分等物质 这些物质能够抗凝血作用 可以扩张血管 改善血循环 保持血液良好的状态 使血管内不易出现血栓 百合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能够滋补肝 养胤润肺 平时一定要多吃百合 泡水喝 包汤放一些百合 既可以滋补又好吃 百合能够宁心安神 如果经常睡眠不好的 没有精神的 可以多吃一些百合 缓解失眠的症状的 对我们睡眠的好处是很多的 枸杞具有维生素A 能够养肝棉木 可用于治疗各种炎病 而且能够降血压 降血糖 降低血管中的胆固醇 用于治疗脂肪肝 高血压 而且枸杞可以补肾 壮痒 用于治疗男性胰经 肾虚 经常使用一些枸杞 可以滋补壮痒 喝一些枸杞茶水 能够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 抑制体内癌细胞的繁殖 软化血管 降低体内的血压 治疗高血压 预防身体患有胆结石 排出身体多余的胆固醇功效 而且可以抑制身体内细胞的繁殖 枸杞能够起到特别好的 滋养不胜的作用 还能够明目 比较适合经常用电脑 还有手机的人群 并且经常使用枸杞 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 使我们的血液通畅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中小火慢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责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多少钱 您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之后就可以喝了 不要放甜辣的调料 这样喝起来味道 辛辣好喝 喝了两天你会发现了 嗓子不痛了 也不哑了 也没有弹了 效果很好的 这一道偏方 导王中推荐的 我自己也在喝的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如果朋友们需要的话 可以手挡起来试一试 食材简单 做法简单 效果真的是特别的给力的 朋友们如果和我一样 嗓子不舒服 像吞刀片一样 特别的疼 痰多的 吃药也不好 打针也没有好的 这个茶饮可以收担起来试一试 你喝茶水就可以了 真的是很不错的 推荐给朋友们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